另外一期医疗出事我们要来看看是发生在台北县这名灵性妇人 9年前她生产完之后呢发现她左边的乳房有硬块赶快到医院检查 这时医生认定她疑似离患了乳癌 竟建议她做更进一步的检查 那么结果她转到了领口长庚医院求诊 这里的医生居然没有进一步的做组织切片 就直接开刀切除她的左边的乳房 在事后呢切片送宴这才发现其实根本不是乳癌 而是一个良性的乳腺瘤 如今高等法院在审理之后是依业务过失重罪 来判这医生三个月定验 你是不是永远不会原谅她 太离谱了 脏护诊切除乳房的灵性妇人提到医生没有详细检查 就开刀手术切除左乳直说不能原谅 那为什么不道歉 他怎么他没罪我们要道歉 9年前林姓妇人刚生产丸发现乳房有硬块 先到恩主公医院检查 医师已处诊 乳房超运波摄影和细胞病理检查 怀疑她罹患乳癌 但建议还要做切片检查 林姓妇人拿着检查报告 转诊到林口长根 叶姓医师却没有详细检查 就直接原用报告开刀切除妇人左乳 事后切片宋宴才发现是良性的乳腺瘤 不是乳癌 但是我们也不能凭那个外表 或许这样检查就确定他是恶性还是良性 那我们最后还要做一个切片的检查 看他那个切片里面的报告 是良性还是恶性的 来确定要不要给他切除 高院宣理后将误诊的业性医师 一业务过失重伤害罪判决三个月 得医科罚金八万一千元 夫人不满认为判决太轻 医生的误诊造成他一辈子的痛 任新闻陈嘉明 谢凯轩台北采访报道 谢凯轩台北采访报道